独立思考,心事脚,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 那么今天是9月9日,在1976年的9月9日 中国历史上头号人魔,毛泽东死了 很多人认为毛泽东的死是他一生当中唯一对中国做出的贡献 我觉得说这话的人相对还是比较客气 在我看来,虽然就是毛泽东在这一天死了 但是他的灵魂,也就是他的那一套思想和他那一套反人类的逻辑 一直是持续的传承到今天,甚至还要延续到将来 所以他的死并不能说是他罪恶的终结 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将要继续祸害中国很多很多年 毛泽东的一生可以说是罪恶的一生 就拿他49年所发动的各种运动来说 就导致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是无故的失去了生命 现如今很多五毛以及粉红最喜欢就是拿日本在清华战争当中杀死多少中国人来说是 但是相较于日本在这个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清华战争当中杀死的这个中国人 毛泽东在和平年代迫害死的中国人数量更大 相比之下呢,日本在毛泽东面前的可谓是小巫见大巫 我们不能否认就是在战争时期日本杀害了无数的中国人 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在和平年代被伟大领袖迫害致死的那些更多更多的中国人 其实日本一直在为清华战争所犯下的那些罪行在反思 尤其是在二战后啊,在七十年代呢,对中国进行了大量的无偿援助 包括现金啊,医疗啊,教育各个方面 就拿现金援助这一项来说啊,就一直持续了四十多年 直到安倍政权取消对华经济援助为止 当时安倍在取消这个经济援助的时候 中国的外交部还出来咬了两口啊 就是表示一个严正的这个抗议 我就不知道你们抗一个毛啊 而相较于日本啊 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为毛泽东发动以文革为代表的各种运动 进行过任何的反思 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了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的惨剧发生 毛泽东呢,虽然肉体呢,已经消亡了 但是就像我前面讲的那样,他的灵魂尚在 就呢,现在所谓的新时代来讲啊 各种改革其实就是在复制毛泽东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那一套啊 试图将中国社会啊,已经这个改革开放了四十年的这样 这样一个社会呢,是重新拉回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那个人间炼狱当中去 极左派的习近平呢,能够成为中共的一把手呢,不是一个偶然 而是历史的一个必然 因为在现如今的中共的这个核心权力层当中,持有毛左思想的人呢,是占绝大多数 这主要是和他们的年龄结构有关啊 就是现在的这个中央的这个领导人呢,大多数是武林后 而武林后在他们很小的时候,主要是在受教育的阶段这个时候呢 刚好是处于毛泽东的文革时期 他们大多数人呢,受毛泽东的文革影响非常的深远 可以说是根深蒂固 其中绝大多数呢,又成为了毛粉 所以他们对于毛泽东当年文革的那一套是非常的向往 他们成为这个核心权力层之后呢 就会用他们试图啊,就是用他们的方法 把整个社会拉回到那个年代当中去 这里最可悲的是,就是目前来看 以习为首的这些极左派呢 是在给年轻人,就是给新一代的年轻人在洗脑 包括现在的一零后,甚至是将来的二零后 当一零后和二零后在四五十年之后啊 成为这个新的核心层的时候呢 他们又会受习思想的影响 把中国社会再拉回到文革当中去 就会出现文革三点零,四点零,五点零,甚至是N点零 也就是说啊,四五十年呢 就可能会出现一次循环,或者又叫轮回啊 可以说啊,毛泽东的这个极左思想呢 已经和这个中国的国运是捆绑在了一起 形成了一个死循环 所以我也一直就是强调 毛泽东他死后的这个祸害远超他的生前 好了,很感谢你把这个视频看到现在 如果喜欢的朋友,请给我点一个关注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拜拜